最近天气变冷 医师提醒有做运动的民众 要特别注意暖身动作 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更要特别注意 才不会因为剧烈的运动 引发心肺的负担 而造成猝死的悲剧 从事剧烈运动时 氧气的需求量大增 呼吸心跳也会跟着加快 好让血液快速流到各个机关和组织 如果本身就有三高和心血管疾病时 长时间和高强度的剧烈运动 就可能诱发心肌梗塞 然后有可能引起我们整个血管的一个收缩 心血管的收缩 所以这些动物都可能会让我们的血压上升 甚至让突发的心血管疾病 就是所谓的心肌梗塞去发作这样 在长时间的运动下 身体体温也会跟着上升 这时如果外面的空气处于低温状态的话 就可能造成气管和血管收缩 这时做好事前的暖身运动 以及事后的缓和运动就很重要 北华第一个是你要有足够的一个保暖 那第二就是说要做足够的暖身这样 你在真的做活动之前要先暖身 然后活动完之后要收草 就是这些运动前后的这些必要动作都一定要做 因此当运动时出现心肺功能不适时 最好就要做详细的心肺功能检查 有三高和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更要在医师的指示下控制好运动量以免造成猝死 复健科他们会去帮这样的病人去做心肺复健 他会去评估到他这个可以容忍的运动量可以到多少 那也可以帮这些病患去调配所谓的运动处方 就是帮他搭配一些比较适合做心肺的一些复健的运动 运动虽然有意健康 但也要因时因地因人 挑选适合自己的运动以及运动的时间和地点 避免不正确的运动反而造成身体伤害 变成终身遗憾 记者黄俊怀 赖长邦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